另外當然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有剛剛看的那個資料裡面 我發現好像我找到有一些 有一些詞好像出現的次數還蠻多的 像什麼?像天下這個好像蠻多的有沒有 那我想要拿這個天下來查一下 看看天下到底是幾個有沒有 或者是天地啦 然後還有什麼明星之類的 聖人就有查過了 如果假設我們這個 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比如說 你可以改其中一個的關鍵 其實你直接改掉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假設你不改變原來 比如說你均值太少了 均值其實好像只有一個 實在數量太少 所以我如果以這個來看 我想要改成天下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直接改成天下 然後ENTER的話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馬上會幫你做個變更 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關鍵字 這個圖其實來源就來自於這邊 那因為你馬上改了之後呢 它會去偵測說你的A12裡面的這個關鍵字 的數量是多少 它馬上幫你去這個 道德經裡面幫你check一下 它發現天下 有天下的這個章裡面 它發現有33處 哇你會發現馬上 這個地方就會馬上做變動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如果你今天假如要變更裡面 這個這個什麼 持平的那個關鍵字詞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直接變動的 不過這個前提是變成 你要刪掉其中一個 OK 然後它才會去 那當然你最後也可以排序 比如說老師這個太高了 我希望讓它再排一下 那沒關係 你一樣 有不要放B2 然後Z到A一下 就是讓這個資料 有不要放B1 然後Z到A一下 那它就會幫你把天下 又按照順序排在這邊 OK 但是這個前提是什麼 你少掉一個均值 但是多了一個天下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如果不要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持平 上個禮拜記得吧 我們也是多兩個欄位 然後分別再把關鍵字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用了公式 這個公式我上禮拜講到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自己再複習一下 那這個關鍵字的話很重要 這個函數其實不困難 這個函數的話叫COUNIF 那COUNIF 其實你就要給兩個條件就可以了 這個我再做一下給各位看 比如這個 我們用插入函數 那你就找到那個統計類函數 裡面的話有個叫COUNIF 這個COUNIF非常非常好用 也就是如果你假設以後不要用眼睛去比對的話 而是希望以色列幫你去比對 那你可以用COUNIF 那COUNIF的話就是算幾個 COUNIF的話是如果 如果什麼條件有存在的話 那它需要給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RANGE RANGE的話是道德經的範圍 所以它意思說 你幫我去找那個道德經那個範圍 那哪個範圍 所以你幫我找一下內文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讓它從哪個地方 從內文的這個欄位下面這邊B2 一直幫我找到最下 最下的話記得用COUNIF 也就是到B2到B81章 那條件的話這個是最困難的 這個條件的話就意思說 你這個儲存格裡面 只要有哪個關鍵性出現的話 那幫我算一下次數 那可是要怎麼樣 下面這個叫條件 條件的話呢 就是這一個 有 幫我查一下 不過如果你假設給有 你會發現0 為什麼是0 因為假設你給這個比對方式 它是比對這個字 跟這個全部儲存格 而不是比對儲存格的部分資料 OK 所以如果你要改成部分資料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必須跟他講說 不管有這個前面是什麼字 也不管有這個之後 後面什麼 反正只要這個儲存格裡面 出現了有這個字的話 那就幫我把這個資料算加1 OK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敘述 這個比較困難一點 你變成說你要在A2前面 再加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 前雙引號 然後加一個串接 那裡面的話呢 你跟他講說 如果前面 所以前面等於 所以加個等號 然後加一個信號 意思就是說 等於有 有前面這個信號指的是萬用字 你只是說不管前面是什麼字的意思 不管前面是什麼 然後後面的話再串一個and 然後呢 一樣兩個雙引號 所以前後都是用and串在中間 然後前面雙引號後面雙引號 然後後面的話呢 比較簡單 不用等號 直接加一個信號 那意思就是說 不管那個什麼 後面那個字是什麼 就信號 OK 所以這個意思說 反正這個儲存格裡面呢 只要有這個字的話 那就幫我加1的意思 所以他算完之後 在81個儲存格 81章裡面 他發現了有這個字的章節 總共有44個章節 有出現過 有這個字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就可以得到結果 不過呢 因為你要按確定之前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底下這些也要同步去做 做那個計算 所以呢 理論上我們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因為 道德經的全文 它的列的部分 因為向下填滿 列會加1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需要範圍跑掉的話 理論上會在 B2的2前面加淺的符號 B 82的前面加淺的符號 不然的話你如果沒鎖住的話 它向下填滿 會自動把那個範圍 這個列號部分 自動加1 這個是以色的規則 按確定之後 那你會發現這個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有 它出現章節有44 到的話有37 那依此類推 當然如果你要越來越少的話 你可以 游標放B1 然後Z到A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要相反 越來越多的話 那你就A到Z 有沒有排序一下 這樣它就反過來了 就類似這樣 那這個持平分析的這個 這一個 表的話 其實是怎麼做出來 上個禮拜也有講到 我再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所以第一個 這個公式應該雲端上也有 其實應該不算太困難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個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為只要你的工作裡面 會牽涉到 用眼睛去計算次數的這個需求的話 其實count if 都可以幫你完成 所以以後記得你工作裡面 只要你要算次數的話 你就要想到count 然後count if 其實它有相關的函數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不妨再去了解一下 count裡面還有count 那是算那個儲存格裡面 數字包含的儲存 count a是有資料 count blank是空白的 count if 是條件 那底下的話有什麼 count if 加s 那這個if s的話 其實就是多條件 就是如果你假設條件不只一個 你有一個以上 那就count if 這個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延伸一下 所以如果懂得這些函數的話 你會發現算資料還蠻快的 好 那這個持平算出來之後 如果我要把它繪製成一個圖表 因為你假設啦 當然你直接看那個數字 其實已經夠清楚了 然後它有44到37 天下33 但是其實理論上 這個對一般人來去理解 還是需要有一個怎麼講 轉換的過程 數字要轉換成 你可以理解的一個數量 倒不如說你直接給它一個圖 所以現在蠻流行就是圖像畫 直接給我一個圖就好了 清清楚楚的 不然的話你叫我看這個 看得很累耶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給人家這個數字的表格 倒不如呢 把它繪製出一個圖表 那繪製圖表其實也蠻簡單的 基本上的話你可以從插入 找到這邊有一塊 插入這邊不是有一個 剛剛 有沒有 這個地方 而且甚至還有3D的 3D我想說 各位有興趣自己再玩玩看 主要是這一塊 還有建議的 不過跟各位講 最常用到不壞物就是這三個 如果跟數量有關 就直條圖 如果跟時間有關的 就折線圖 如果跟比例有關 就是圓形圖 反正用來用去大概主要是三個 其他的話就是 可能跟其他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再看一下 什麼狀況的資料畫什麼圖 如果假設你都會用圖來表示資料 其實真的會蠻容易理解的 像這個好了 到底哪個字出現最多 你畫個什麼 直條圖不就好了 有沒有 馬上點馬上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只要插入 那這邊不就有一個直條圖 那我是希望說你們的那個 其中報告裡面 當然多一些圖 越多越好 看圖會覺得感覺很親切 有很 怎麼講 很容易理解的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感覺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 盡可能就是說 如果要讓人家看懂 這一大堆的數字的話 那最好是把它繪製成一個圖表 就一目瞭 所以你就插入這個直條圖 那選擇哪一個 當然它有那個平面的 有立體的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只是要表現資料 不用太滑橋 因為你會發現 以這邊來看 好像用那個什麼 立體的好像 有沒有厲害一點 感覺好像有 有更厲害一點點 OK 所以橫向的 那你看哪一個比較 如果我們簡單一點 如果用這個群組直條圖 接下來就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旁邊就可以了 我也放第二儲存者這地方吧 然後拉寬一點點 到M這裡 大概10個欄寬 那列的話 大概就15列高 到這裡好了 16列這裡 大概就這麼大 然後並且 請你把這個上面的那個 名稱改一下 比如說持平統計好了 OK 然後上面也許我習慣把它 換成紅色字 然後粗體 字大小大概換成20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就完成我們持平的統計分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這個持平統計 尤其是這個公式 試著再重新做做看 然後我剛剛是加了一個天下 我把君子換成天下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順便講一下 比如說剛好你想說 老師我看到裡面好像很多都出現天地 天地不能 天什麼天地天地 那我想知道說有出現天地的章節有哪一些 那假設說我今天又加了一個名稱 叫天地 但是你會發現喔 你加了之後它沒反應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要把公式向下填滿 但是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它出來了 有七次耶 七個章節裡面有出現天地 但是你說老師那為什麼它這個地方 它沒有幫我更新加上天地 跟各位講一下喔 因為你剛剛插入那個圖表的時候 它只選到這個範圍 所以呢如果你要增加它的選取範圍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不用重畫 你說老師我重畫可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想重畫的話 你直接按右鍵 直接在這個圖上面按右鍵 然後找到有個功能 就是重新選取它的資料來源 那找到有一個叫選取資料 你會發現它原來選的範圍 是只有選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下面這個沒選到 那你重選就好了嘛 那怎麼重選 按右鍵 選取資料 然後有兩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的話這邊水平的 水平應該是這個名稱嘛 所以把水平的部分呢 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它這個時候 它只有從A2到A12 可是你少要一個的沒關係 你把它改成A13 也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多一個按確定 OK 那這個時候理論上應該就會多一個名稱 可是兩邊是要對稱的 所以呢 你這邊這個編輯按下去之後再按這個編輯 然後你會發現喔 上面次數是名稱OK啦 不用改 要改在下面 下面的話這個應該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那個數量 所以兩邊要Match 這邊還是12 所以你把這邊改成13就可以了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就會多出一個天地了 有沒有 那就不用再重新刪掉了 同理可證啦 假如你不小心喔 你想這兩個不要的話 我看這兩個delete了 它會拿掉 當問題怎麼樣 它這邊會多一個空白 這樣不美觀對不對 如果你假設要把它拿掉的話 一樣嘛 有沒有 按右鍵 選取資料 然後把這個編輯一下 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11嘛 對不對 OK 然後這邊的話再編輯一下 一樣把它改成11 這樣的話呢 你就不需要重新再把那個圖刪掉 重做啦 OK 這個是繪飾那個圖表的方式 我是覺得這個一定要學會 因為將來如果假設你要呈現一些數據 說真的啦 你千萬不要拿一堆數字給人家看 真的是讓人家沒辦法接受 因為人家看的其實是很直覺的東西 所以最好是能夠繪製 像這樣的一個圖表 哇 你說老師那我如果想要畫3D的 當然可以啦 按右鍵這邊有變更圖表類型 你可以自己再去找其他的 甚至不同顏色喔 這可以很花俏 有沒有 各式各樣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哪一個圖表顯示出來的 應該是最恰當的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改動一下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持平的統計 主要也是複習上個星期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同學 對這部分不是那麼熟悉 試試看 那如果用count if算完之後 馬上就可以再去得到一個圖表 那這樣看你會發現 以後統計數 某一個這個關鍵字詞 就相對有一個量化的客觀依據了 就會感覺說話比較有平有趣 而不是說 我覺得 我感覺 我 什麼 就是很多都是我 我主觀的意思 所推論出來的 那當然相對的會比較 沒有辦法特別去說服別人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還是需要有一些客觀的東西 佐證 這樣子的話 人家說真的 要推翻你 可能也比較困難 這白紙黑字裡面數量就這麼多 那這個數量也不是 我自己去算出 我刻意去把它變出來 而是真實在那些文學作品裡面 它就是有這些數量存在 只是說如果用這個方法 拿來做那個什麼 其他大部的小說統計 我覺得應該蠻辛苦的 那這個會花很多力氣 所以你們自己再很厲害 當然我很想知道說 比如說像什麼 水浮傳裡面好了 108條好漢 到底108條好漢 哪一個人出現的次數最多 有沒有 誰有統計 Google一下看看有沒有 CHARGBT有沒有 CHARGBT我覺得 絕對沒有 因為我覺得CHARGBT裡面 人文方面真的太匱乏了 我覺得CHARGBT 真的非常缺乏 人文的資料 在裡面 因為我發現 隨便找一些東西 只要跟文學性作品有關 他都找不到 但是找 他寫程式 他好像蠻厲害的 所以如果你問他 Excel的問題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幫你答得蠻好的 但是你問他有關 剛剛我問的問題 比如文學性的相關同意 他似乎好像沒辦法 不過你們其實也可以試試看好了 CHARGBT裡面 大概再試試看好了 因為現在好像 大家對那個CHARGBT 變一個熱潮 隨便每個地方都 都要跟CHARGBT扯上邊 等一下可以來試試看 紅樓夢他不知道能不能行不行 幫我統計一下 紅樓夢到底哪一個人出現的次數最多 如果可以統計出來 那不得了 以後這個東西 就直接可以拿來做很多的報告了 OK 試試看好了